在十七世纪 在西方出现了一个陶瓷的新名词 叫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清花瓷 那么清花瓷为什么叫克拉克瓷呢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在1602年的时候 有一艘葡萄牙的商船来到中国 进行陶瓷的贸易 返航的时候 船上装载了大量的中国的清花瓷 可是当这艘贸易商船 航行到非洲海岸的时候 突然就遇到了一艘 来自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船只 这艘荷兰船就抢劫了这艘葡萄牙商船 把船上所有的清花瓷都据为己有 到了第二年呢 又一艘葡萄牙的商船 上面也装满了中国的清花瓷 在马来亚海峡又遭到了荷兰的一艘武装船只的抢劫 这样荷兰人就抢劫了两艘装满了清花瓷器的葡萄牙商船 这两艘商船上所抢劫的这些清花瓷的数量达到了十万件之多 后来呢 这些清花瓷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城市进行了拍卖 荷兰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当时这些荷兰人不知道这些精美的瓷器是哪里制造的 从哪里来的 一概不知道 所以就给这些瓷器起了一个名字 叫克拉克瓷 克拉克在荷兰语中是战舰的意思 也有船的意思 后来这些荷兰人才知道 原来克拉克瓷就是中国的清花瓷